活在神的爱中,进入一个越来越高层次的活在神的爱中 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知道耶稣爱我们 但耶稣爱我们,进入我们的潜意识是另一回事 进入潜意识是怎样? 你发梦就发到,我是被爱的 这就进入潜意识了 法梦都是,耶稣抱着你,或者你很开心 在法梦都会笑,也会开心 这个人的潜意识都是非常轻松、健康、悲爱的 如果我梦中会担心、忧虑、害怕 即是里面还存在很多负面的东西 当我们越进入,人就越松 我自己其实是经历过困难 这是神一会使用的困难 因为我经历过,被人挂得多 负面的说话挂得多 批评,背后的闲言闲语,说得多 令到我里面有一种害怕 害怕到怎样的程度呢? 我又不是害怕鬼,我又不会害怕的 我是怎样呢? 我自己有时会想,好像怕别人会想我些什么 里面有一种自己的害怕出来 是没有缘故的,不是有什么发生 就是自己里面有一种害怕 我自己就觉得这种东西是一定要处理的 我就告诉自己,耶稣爱我的,耶稣看重我的 其实我都是中心的,所求于管家是要他的中心 我真是中心跟随耶稣 所以其实我不用怕人 不用怕人的负面的话 不用怕人的批评 不用怕人的看小我 或者不用怕我的事服不会发挥 就是我自己和自己说 但是那种怕有时都会出现 出现的时候我又这样说 但是说完之后呢? 我就尝试进入一种更高度的情况 高度的心态是怎样呢? 轻松一点 耶稣在爱我的 我可以很轻松的 阿里多利亚 感谢耶稣 这一阵做的时候呢? 就会很舒服 但是一阵没做 有时内中又会有些负面的感觉出来 有时就觉得做得不太好 或者有些事情担心 又出来 我又一直这样做 做做下我就发觉 我以前有时洗碗 自己突然有些害怕的感觉出来 我试过有时自己会害怕 因为其实没有什么是害怕的 是自己会害怕 或者自己会担心 一种硬着的感觉 但是当我一直这样说 其实我是活在神的爱中 神尽量用各种方式形容神的爱 因为圣经讲到 他在我们前后环绕 我们来按照我们身上 即是说神现在看着我 在围绕着我 在爱着我 在祝福着我 在陪着我一起 他很体重我 在我的生命有奇妙计划 他会大大使用我的 就算有什么困难 这个困难 神已经知道了 前面是怎样 他已经知道了 他一定会开路 对于神完全相信 以及前路是完全不担心 他一定会发挥的 有时侍奉会觉得 侍奉果效不太好 人又不太大改变 于是就会有种担心 我就是一直这样 每天都告诉自己 在神里面 可以很喜乐平安 而一发觉 有这种情绪 也是一直这样宣告 也都经常 尽量多这个状态 有耶稣真好 我真的很有福 让这种意念 入到深层 即是说有什么困难 不要紧 神早就知道了 这些问题没有问题 神已经知道了 神总会吸引人 总之我做好神 要我做的事 当这样处理的时候 就逐步逐步 一路处理 我讲到最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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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这些地方就没有钉 怎样知道 后来它进行 动了一下就怎么办 会这样做梦 会这样 很害怕的 但一路这样处理 它里面一路清 一路清 里面是整日 我会说 我无爱 是神所爱 神所看重 神很喜欢我 使用我祝福很多人 大家都可以这样说 你也是神 使用你祝福很多人 这种状态就离开了 并且慢慢地更享受 进入一种享受的状态 我真的有福 有神这么爱我 这样看着我 例如如果大家有一个人 真的很体重你 很喜欢你 整天都帮你 什么都帮你 现在有能力帮你 大家一定会很开心 而帮我们的那是神 那时候我真的有福 阿利路亚 阿利路亚 从心底笑出来 有个全能的神 我这么喜欢我 那心就很宽气 很宽气就进入一种 真的越来越宽怯 还有见到人的问题 没有问题的 一定帮到的 一定解决到的 又看到人不得帮助 又更加有信心 我希望大家由一种负面的感觉 开始慢慢越来越少 然后逐渐越来越多正面 越来越多享受 真好 啊 周围的花都真好 感谢耶稣 弟兄姐妹这么好 每个都一路改变提升 虽然有些未提升 不要紧要的 慢慢来神 一路提升 他这样 心里面对于所有的事情 都很正面 又经常都说 我是不福的 我是有福的人 阿利路亚 那你就进入一种享受生命的状态 就是每天都享受 真好了 阿利路亚 就算坐在那里 好舒服 感谢耶稣 深呼吸 也很舒服 祈祷也很舒服 一想到神 就觉得舒服 想到服事人 那个人又会改变 又觉得很舒服 这个就会提升我们的生命 我希望大家 进入这种高度 这种高度的享受生命 活在神的爱中 没有惧怕 没有忧虑的状况 那我们整个生命就会提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